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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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親愛的遊客大家好 歡迎來到台江國家公園 我是解說員洪建民 各位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 其實就在七谷西湖的南端 各位可以看到眼前的這一片 這片廣闊海域呢 就是我們的七谷西湖 也就是當地人所稱的奶孩 那這片西湖呢 其實就是早期台江內海的遺址 大家可能不清楚什麼叫西湖 西湖其實就是借著由 沙洲形成的一個半封閉的水域 那在七谷西湖呢 其實它從北到南就是由 所謂的青山港沙洲 還有所謂的王仔寮沙洲 跟我們現在所在位置的 頂頭額沙洲所形成的 那沙洲其實在當地 又稱為山 所以下次呢 假設你聽到有人說頂頭額沙洲 其實它指的就是頂頭額沙洲 那各位可以看到 藉由這些沙洲的主角呢 主角外海這邊的強風大浪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即使隔著一線之隔 相對外面的台灣海峽呢 其實顯得就是風平浪靜 但是在沙洲跟沙洲之間的缺口呢 卻提供了它跟外海之間的聯繫 那也隨著每日的潮汐變換呢 帶動一個水的循環在利用 那也讓這邊的水質呢 永遠保持的清澈 因此七谷西湖不僅具有防洪的作用 同時也提供了漁民非常純淨的 一個漁老養殖環境 各位眼前所看到這片廣大的沙洲 它就是頂頭額沙 它在這裡同時也佇立著台灣本島最西的燈塔 國聖燈塔 各位看 眼前這片沙洲看似穩固 但是其實隨著季風 颱風或洋流的影響 不斷的變動了它的樣貌 尤其秋冬時節 在東北季風強勁的吹拂之下 帶來了為數可觀的飄沙 並且在這邊沉積 也形成了更廣大壯觀的一個沙丘地形 那也時時刻刻不斷的變動了它的樣貌 在這樣子安靜 但是卻又劇烈的變動之下 或許當你十年之後 就地重遊 這一片的沙洲地形 又是不同的樣貌 這樣是不是也見證了我們所謂的滄海上天 位於台灣本島陸域及西點 尖早尾附近的國聖燈塔 又稱為七谷燈塔 塔高32.7公尺 以每15秒閃爍兩次的頻率運轉著 但是你知道嗎 它可是搬過家的燈塔 你好 設立於民國46年的國聖燈塔 原本位於較為北方的王仔寮山上 高度20.7公尺 但是在颱風以及海潮不斷的侵蝕之下 海岸線變遷 沙洲面積也不斷的流失 造成了整座燈塔 逐漸的陷入於汪洋之中 民國58年 在威歐拉颱風的侵襲之下 整座燈塔甚至跌入海裡 於是為了海防的安全 民國59年 在現今的頂頭的站上 訂立了新塔 也從原來的2500燭光 增價到28000燭光 提供了航海更大的警示作用 只是海岸線變遷與其沙洲流失的問題 依然存在 誰也沒辦法擔保 這座燈塔是不是還會再次的搬家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 這座看似不起眼斑駁的燈塔 永遠是七谷戲舞 以及這廣大的沙洲 最好的歷史見證者 台湘國雅公園歡迎你